啊, 这, 晚点,小姐, 我这洗澡啊。 为什么? 因为我是女伤啊。 为什么? 刚才我走过田间, 看见有个五块钱, 我把它捡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是一队瘋, 所以我弄脏啊。 为什么? 你不要再问了。 我承认, 我是有点贪心, 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问, 你为什么要避开我? 说啊! 哇, 见乎敬乎。 告诉阿妞他又不信, 这次我怎么给你看? 冠军, 我第一天看到你, 之所以会那个样子, 是因为我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 这完全是个误会啊。 阿妞, 这小子, 跑哪去了? 我才不管这是不是个误会, 我只知道, 那天你抱着的那个人, 是我。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做人是有原则的, 其实真正喜欢你的人, 是你表哥。 我表哥? 不会的, 这只是你的借口而已。 如果说真的是我表哥的话, 我现在马上就跟他说清楚。 你不能去找他, 你去找他, 那不是要我死吗? 你绝对不会死, 我自己知道, 我应该怎么做。 你去找个死吧? 这找个死吧。 我又想见你了! 嗯, 你什么? 我敢来洗个澡, 要不然不许照相, 那个图子给你冲进来我就麻烦了。 何师傅 不要怕我 你说我该怎么办 气到如今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的 你明天是我的生死之交 你先由我做主 你说什么 表妹刚刚跟我说 她喜欢邻村的一个男孩子 她有没有告诉你是哪一个 没有 不过没关系 你跟我一起跟踪表妹 很快就会找到了 这绝对没问题 其实我当初想到的是你 不过表妹说不是 我之前想后之后想前 也知道不可能 那当然了 你真聪明 我先出去 你要小心 别让人给出卖 你没搞错 表妹不是这种人 她是不会 那个小骑士会 这种人 死定功九六 走得上色 林师傅 你要去哪里 我搭着你这么久 也应该走了 自己人何必客气嘛 不是 我原来朋友在村口接我 不行啊 你走了谁帮我做天赋啊 阿牛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就放过他 不行啊 我要从他把他下面牵下来喂狗 不行 你千万不能这么做 那要怎么做 把他抄自己的名字一百遍 就够他瘦了 这么狠啊 会要他的命啊 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 进来了 阿仙表辈着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还有日记的习惯 日记 就是这本 你看过了 还没有 我等你一起看 你偷看别人日记 这样太确责了吧 那是你的心上人被人抢走 你当然不在乎啊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我 又一个晚上 我终于找到我心了在这 阿仙 这是我早想跟你解释 这样太恶心了 他这么写 不是 是我说的啦 这样写还不恶心呢 你说的写是什么 我没说过 好哇 好 Analytics 我等着你 那就是我 这个感觉 我还没走 就会嫌疑 就会取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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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啊 我还没回来 好 可是我还没回来 我还没回来 ่互 你 这是我还没回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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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